最近呢,我们刚上完了一个三天的课程 那么有一个伙伴就问我 哎呀,Denis,这些课程很好 但没有用的啦,充电一下就没有力了 其实,我坦白讲 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确上了课 没有做到成绩,没有做到成果 其实,到底为什么呢 真的是这些课程都没有用吗 其实,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以为他上课一次不用再上了 为什么呢 就很像我们吃饭 今天吃饭,明天还要吃饭 今天冲凉,明天还要冲凉 今天睡觉,明天还要睡觉 所以课程呢,是要回去复习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有时候课程呢 太过多资料,太过多方法 我们会搞乱 其实,你只需要选 在那个整个课程当中 不管是两天,一天,三天 你只要在里面选出来 你认为你舒服的 你认为你可以做到的 你认为你可以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这个我们讲两到三样而已 然后呢,把它做生它 做好它,把它做到最好 一贯性的每天做 每一天进步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把它做到这个 做生它,磨力它 就够了 真的,你只需要做好那两三样 就够了 所以不要损这么多 损两到三样 你舒服的 可以做到的 把它做生它 一贯性每天的做 把它每一天进步那么一点点 你就看到你要的成绩了 我是Denis Kong 来自Kangen Water Seafood 希望今天小小的分享呢 可以帮到你们 欢迎你们每一个礼拜 关注我们每一个星期一的 Motivation for Monday Blue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